中国女排三消息 女排报新任命张长林招惹质疑 刘彦涵无缘出战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四那么最近中国女排在保加利亚第3周的比赛即将开始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中国女排内部也传出了三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消息 接下来具体和大家一一分享一下 首先第1个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女排在近期的曝光新任命的情况 这个新任命的就是我们女排新领队 在此前大家也一直在猜测说呢跟随蔡冰出战的天津 体育局的副局长李三是否有可能取代赖亚文成为我们的一个新的领队了 毕竟在此前的征战过程当中呢李三出镜的一个机会呢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也自然很期待说这个功勋球员能够成为新的领队 带领着中国女排能够走入一个新的节点 但就在最近的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次我们中国女排新的领队呢有了其他的人选 不是赖亚文也不是李三 而是丁涛 有些球迷对丁涛并不是特别理解但是他的履历呢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从他目前的履历当中来看呢他在我们 国家体育总局呢担任相关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职务 除此之外的话在今年年初的一个北京冬奥会的备战过程当中呢他还是备战组的副组长 那么并且呢在近期的话他也做出了非常多出色的一个工作 所以从他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统筹规划来看呢其实丁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员 他这一次能够空降中国女排来担任我们的领队的话 其实只可以说是有百力而无一害的 所以他这一次由他的领队对我们这一次征战呢将能够获得更大的保障 那么我们球员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状态 在投就到比赛当中这一点确实是可喜可喝的消息 第二点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下张长宁在近期的招惹质疑的一个情况了 之所以说张长宁的招惹质疑是因为呢目前的话他被爆出了 在最近接二连三参加了两当非常大的一个综艺节目 首先第1个是中国婚礼我的女儿出嫁了那么这个节目的接下来将会全程跟拍张长宁呢 筹备和吴冠希这个男友的婚礼 所以这一点的话也确实呢引起了外界的一些争论 除此之外呢他还被 目睹呢在近期参加跑南的正在新疆录制的亚运会的特企综艺节目 所以从这两个综艺节目的安排来看有些球迷呢 之所以说存在的质疑就是因为担心张长宁呢 可能会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参加这些综艺节目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忘记了什么时候能够赶紧回归中国女排 所以可能对张长宁来说作为一个职业的运动员的话在这方面的实现呢 应该要合理调配一下 当然我们也希望了他这边的能够去顺利度过这个非常 啊难忘的一个时刻也期待了他能够享受他的婚礼 最重要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回归到中国女排这边 提高更好的成绩 最后一个消息和大家说一下刘燕涵的一些去向问题的 在近期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博主呢也是造谣说刘燕涵接下来呢将要取代 原新月成为中国女排新的队长跟随蔡宾出战那么这个说法呢真的是非常的荒谬也很鲜然啊是假的 因为从目前的一个整体的集训包括出征名单来看了刘燕涵都没有出现在里面 既然说他连集训的一个整体的安排都没有参加多少他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状态来参加最新的一个比赛呢 而且说实在的其实近期啊刘燕涵呢他更多把重心跟精力呢放在网上的授客方面 所以其实对他来说的话接下来想要去帮助中国女排出征呢 这个可能性呢几乎是零的 所以大家呢其实抱有这样的期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要分清楚事实 不是说谁随便一个球员的都能够随时来到中国女排这边呢 去支援我们的 所以可能对球迷来说啊多多少少的会有些失落但是呢我们也要清楚了这个事实 也祝福刘燕涵呢能够在他自己最近所热爱的一个事业当中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这种我们也祝福啊中国女排在后续第三周的比赛当中能够取得更加好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